国民党总统参选人口友宜 前一天喊话 火车过了就不等人了 而这一班蓝白整合列车 柯文哲预计下午1点钟 亲自回应到底要不要上车 好不好根据了解 国民党高层在前一天 打电话给民众党 提出了其中一个新的整合方案 却是要由双方 本次大选参选名单来进行投票 反如像是缩小版的民主出选一般 柯文哲对此 今天早上没有多做回应 但是透过脸书 抛出了让步方案 那就是两个人全民调结果 就算柯P赢过侯友宜 但只要是在误差范围之内都算输 愿意担任副手 最早安稍蓝白会不会合 蓝白整合列车最后一天 柯文哲人却在花莲扫街白票 尽管侯友宜前一天脸书喊话柯P 邀请柯文哲一同放下自己 侯友宜同样台中市场扫街 隔空再喊话 面对蓝白合作是六成名利 最大一个期待 那我一定在政党协商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会拿出最好的方式 共同面对携手合作 传出国民党提出蓝白合新方案 仿照先前蓝营初选纳入 县市首长意见 提案两党也将参选名单纳入 共同投票决定总统正副手 宛如缩小版民主初选 一定会想出更好的方法 我还是很期待 我们能政党一起共同合作 只是柯P这方是否接受 确实未知数 尤其柯侯两人10月21号会面 内容遭名嘴爆料 说当时柯文哲呛瞎 说柯志恩韩国瑜都比逆强 惹怒侯友宜 但根据了解 确实因为侯友宜先坚持民主初选 更说自己被党内征召 不愿屈居副手才引发两人冲突 柯文哲脸书否定国民党的新提案 提出自己的让步方案 再抛全民调 但若是结果柯P赢过侯友宜 在误差范围内都算输 愿意担任副手 但蓝英是否接受 就等国民党给出最后答案 记者台北台中花莲 众口报道